我们都听说过一日之际在于晨 意思就是经过一晚上的充分休息 我们应该在第二天早晨 无论是身体和精神上都会达到最佳状态 准备好迎接任何挑战 但是在近几年 尤其是疫情期间 我却完全体会不到这一点 每天刚起床就已经觉得很疲劳 想要回去睡觉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James Clear在他的原子习惯里说到 习惯就是从经验中学习到的捷径 是我们曾经用过的解决问题的工具 当满足条件时 我们会潜意识地用相同的工具来解决问题 而实际上 我们大脑里90%以上的决定 都是潜意识的习惯 就比如说在翻书时 我们不会去想用左手还是右手 因为这样会大大节省我们的精力 从而当我们需要面对重要的决定和思考时 才会有足够的精力跟我们调用 所以在疫情期间 当我们没有了工作 上学等等这些日程的限制 我们甚至会在早晨睡醒之后 思考几点起床 该不该洗脸 要不要换衣服 用不用吃早饭 这些平时根本不会思考的问题上 而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 有足够的空余时间 或者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的时候 我们会潜意识地打开手机 面对里面无数的奖励和诱惑 我们不仅很难再完成那些基本的习惯 而当我们终于要起床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无数决定 消耗了无数的精力 一天还没开始 就已经觉得很疲劳了 几年前 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 当时因为状态非常不好 所以也试了很多方法 我发现 如果我们想打破这个消极的循环 就必须主动创造一个 在潜意识里就能完成的起床流程 通过不断重复训练它 我们应该会感觉到 每天完全不费力 就会在睁眼后 快速达到一个很清醒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每天在使用的这个起床流程 以及它背后的原因 从帮助你快速起床 充满动力 每天刚睁开眼 我会默数三秒钟 然后马上起身 打开窗帘感受日光 然后快速把床铺好 各位 别看这两个行为非常简单 但它其实隐含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就是头一天晚上 我们要把手机放到够不到的地方 关这一点我就挣扎了很久 因为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人 不仅仅是娱乐 连工作也需要手机 所以后来我给自己定的规则是 晚上睡前可以在沙发上 地上浴缸里玩 困了再来睡觉 但就是不能在床上玩 这样不仅会让我沾床就睡 而且起床也变得非常有效率 大家也可以买个这样的闹钟 虽然通常情况下我会自然醒 它只是作为保底 但是 比手机要好是多了 铺床这个行为也非常简单 但是它不仅会看起来非常整齐 给我一种满足感 同时当你铺好之后 也会某种程度上 避免你回来睡觉 然后我会上个厕所 来到镜子前 计时十分钟 用轻重量哑铃 做100个二头弯举 和100个侧屏举 之所以这么做呢 是因为起床之后进行一点运动 会让我们微微出汗 提升心率 对于快速清醒 有着极大的帮助 根据个人情况 大家可以进行拉伸 瑜伽 跑步 都可以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希望在正式训练之余 加强一下手臂和肩膀 所以每天早晨都会加练一下 这里又给大家推荐一个 适合所有人的体态跟练视频 但是不管什么运动 都不要练太久 一般十分钟以内 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然后我会来到洗手间 开始刷牙 洗澡 洗澡时 我会先用热水 清洗全身 然后再将水温调低 进行90秒的冷水澡 具体原因 在上个视频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这样不仅会让我们更有警觉性 同时在洗完之后 会让我们快速清醒 还是这么冷 在刮胡子护肤结束之后 我会来到外面 喝一杯800毫升的水 同时在水旁边 我会提前放好 维生素和鱼油 这样在喝水的时候 我会下意识地 把它们都吃掉 然后我会换上前一天 准备好的衣服 冲一杯咖啡 来到室外 在日光下 写写接下来一整天的安排 因为根据 《昼夜节律》这本书里说呢 假如每天早上起床 一小时之内 接触10到30分钟的日光 就可以调节我们的昼夜节律 确保我们每天 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清醒 而提前计划 一整天的工作安排 可以让我确定 今天的工作重点 大概要做多久 从更合理的安排时间 紧接着我会读15分钟左右的书 这个书的选择 一般是能引起我思考的话题 或者和下一个视频的主题相关 尽管和用手机 在网上查找资料相比 书上的资料并不是及时更新的 但是它会让我更加容易地集中注意力 从而避免被大数据的算法所绑架 降低效率 紧接着我会计时三分钟 集中所有注意力 在呼吸的起伏上 进行冥想 冥想的好处其实有很多 比如降低压力 缓解焦虑 但对于我个人来说 就是为了训练对注意力的控制 为接下来需要大量专注度 和创造力的工作做好准备 在冥想结束之后 一天的早起流程就结束了 各位 咖啡 冷水澡 加冥想三个东西结束之后 我现在大脑变得特别特别的清醒 所以接下来 我会把一天当中最困难 最需要创造力的工作 放在接下来三个小时完成 我现在还不吃饭 就是因为每次吃完之后 我又需要额外一个小时 让大脑变得清晰 所以我一般都是 在第一轮工作结束之后 再开始吃第一顿饭 这就是我早晨起床的全部流程 可能看到这儿 有小伙伴会想 如果我在上学或上班的时候 我哪有时间来做这些东西呢 每天一睁眼就要出门了呀 我一开始也不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都特别重视早上的流程 直到我看到 Steven Covey这本 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 他说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分成 重要又紧急 重要不紧急 紧急不重要 和不紧急也不重要这四类 我们现代人 因为非常快速的生活方式 会把绝大多数的注意力 都放到这三类里 而如果一天只做这三类事情 最终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第二类 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因为短期看不到任何收益 所以经常被忽略 但它反而是可以提升自信 缓解焦虑 以及让我们感觉在不断进步的事情 而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 如果不在早晨做这些事情 很有可能你一天都不会去做了 就比如说 作为一个健身博主 如果我剪了一整天的视频 就连去健身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尽管它可能需要我们早起30分钟 但我仍然希望大家可以腾出时间 至少选一件事来做 以月为单位 一次又一次地完成它 只要它像刷牙洗脸一样 不需要过多思考就能完成 然后再增加另一个能帮助你的习惯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别人 而它是可以让我们更加自信 从长远上看 更健康并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可能有些小伙伴会觉得 每天花时间做这些事情 会缩短我们的娱乐时间 但我个人的经验是 如果我白天摸鱼 或者状态很差 没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反而在玩的时候 会很慌很焦虑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培养一个潜意识里 就能完成的起床流程 当它帮助我们高效地 完成工作之后 你反而会有更多的时间 去娱乐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的 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